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的LBJ刘宝洁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是全民最大党 全民做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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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距离总统的大选 只剩下40天左右的时间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 有趣的话题 什么话题呢 就是有媒体要办 办什么呢 办爆料天王邱宜VS 复仇王子陈志宗的辯论会 那么两个不同选区的候选人 却要跨区来辯论 这对其他候选人公平吗 当然是不公平的 因为两个不同选区的候选人 要辯论的话 他辯论的也不是他那选区 观众所要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跨区辯论呢 无非大家用脑袋瓜想一想 就知道他们为了 拉抬两个人的身世 还要办这种跨区来辯论 那么到底中间还有些什么细节 我们要来讨论的呢 我们今天赶快就跟讨论的议题来讨论 那首先要介绍的呢 不是别人坐在这个大碗宫里面呢 就是两个辯论赛的主要的 吊脚之一就是复仇王子陈志忠 大家好 我是谭世忠 很多人说我是复仇王子 那样闲名的一位国王 比起现代的这个 恰似太阳神 和摄特妖之笔 他又那样的爱我的母亲 甚至不准天风太重的吹上他的脸 没错 我就是大家都知道 莎士比亚夏的那个角色 叫做哈姆雷特 没错 不要来乱啦 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哈姆雷特 不是哈姆太郎 所以说我今天是要来复仇的 所以说邱姨你准备接招吧 邱姨 邱姨今天没来 我就知道他不敢来 拖大麦造 谢谢 好的 谢谢 刚刚陈志忠表演了一段 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 其实还有一段经典台词就是 一枝麻雀屎也是天秘 命中注定在现在 便不能在将来 如不在将来必在现在 如不在现在将来总要来 既然没人能死后再知生前之事 即时而始又算得了什么呢 果然 陈志忠可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理念 想要跟邱姨来对决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台中市长的千金 胡婷婷小姐 我听我 我欢乐微爸爸 我歌唱微爸爸 本来一开始要唱那个 你是我的姐妹了 因为我电影 你看 我的电视剧姐妹 我不晓得大家看了没 收视率 我从小时你就知道了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 但是真不错 那有机会大家能够去看一下 那我想说 爆料天王邱逸 汉复仇王子 他们这个竞赛 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一点都不兴趣 都没有兴趣 那我觉得呢 我是希望 哪一天我的真命 白马王子能够出现 那对我才是最好的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Christian 这是一个值得身心熟虑的问题 你看到没有 有智慧直接接到哈姆雷特去 这是很有经典的一句话 雷歐提斯也是说过 对于这件事情 我的感情应该是 激动我复仇的主要力量 那我想说 这个世界名剧呢 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去支持看一下 但是套在那个 好像有一点点 那种嫖妓犯的身上 我觉得不太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嘉义县长 大家好 我就是奶超奶麻 好董招第一 嘉义館長 不好意思 好 有一点点忘了 最近因为把这个 刷英文浮衔 所以身体呢 有一点点呢 不是很好 雄雄我有点头疼 不过我身体很好 我的体力也很好 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 我们这个民政党的董主席 刷英文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所以说蓝绿两方 人马为了这个辅选 可以说是 全部的人马的用尽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李妍邱小姐 对 欢迎球队的新闻夜走会 大家可以当来做会 大家好 我是李妍邱 今天呢 你们选拟最大档要讨论的题目 就是 陈志忠跟邱怡要来展开一场 电视辩论会 对于其他候选人 会不会不公平 其实在这边我就先要讲 针对于这场辩论会 我觉得本身就是个不公平的比赛 你看看啊 陈志忠这几天在媒体前面曝光 他感觉上像是放尽了120分的权力 在准备这场电视辩论会 是不是呢 志忠 是吗 但是呢 反观我们的邱逸委员 他这几天都在干嘛呢 他还在持续抱这个苏嘉玄夫人 红红桌料 还持续抱这个蔡英文的料 所以这样子下来 邱逸委员这么这么的忙 我是严重的怀疑啊 接下来两个人这样辩论下去 是不是邱逸委员可以带给我们一场 非常有水准的比赛呢 所以我这边就要呼吁我们的志忠啊 如果你是一个男子汉的话 你应该要让邱逸一半才对 也就是电视辩论会当天 如果邱逸委员 如果邱逸委员辩论六分钟 你就辩论三分钟 如果他辩论四分钟 你就辩论两分钟 如果他辩论三秒钟 你一秒半就要做出辩论 我相信呢 如果这样子来进行的话呢 才可以带给各位观众呢 一个非常有水准 又非常公平的一场比赛 你说是不是 那要看他敢不敢来啊 如果不来的话 那都是白说的啦 好 那我们就要看看邱逸委员啊 可能要放马过来了 陈志忠已经放大话了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就是 有媒体 有一个媒体要办 办这个爆料天皇vs 復仇王子的这个辩论会 那么当然这个辩论下去的话 这对其他的候选人公平吗 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如果观众想要看 这个候选人的证件的话呢 直接上网 或者看他的这个 这个进选轮圈就够了 干嘛要听你这个硬邦邦的 政见发表呢 但是邱逸呢 对上这个陈志忠 他们的话题就多了 完全符合观众所期待 想要看的就是 你咬我 我咬你 大家咬了一嘴毛 大家看了哈哈大笑就过了 难道真的 选举就是一场闹剧吗 我们要来问一下陈志忠 这场辩论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一直在说 这样对其他候选人 会不会不公平 那其实呢 在我的字典里面呢 已经没有公平了 我的字典里面有公平 你看 我被抹黑成这样 我爸爸呢 被关 关在里面关那么久 被这个国民党迫害那么久 所以对我来说公平 完全不公平 那我之前也讲过了 你A了那么多钱 那对社会大众公平吗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讲的是说 而且你还花了好多次的五千块 去NICO NICO 你不要再讲那个事情 好 因为我一直要来聊辩论的事情 那有些 有些那个王老五 他也想NICO NICO一下 都没有 那只有你有NICO NICO 那那个是他们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什么 那个NICO NICO的事情 因为我们还是要 回归到主题 讲辩论 我之前讲过了 好 我辩论的时候呢 我会带五顶假髮 来送给邱毅 看他喜欢哪一顶 那今天我也说到做到 我带了五顶假髮 这个都是有他的功能的 像譬如说第一顶 因为邱毅 他是一个非常没有创意的人 因为他一天 都说我爸爸的这个事情 都没有心梗 都是老梗 所以说 我希望他能够有创意点 所以 我送他这个假髮 他戴上去之后 他就可以变作 Lady Gaga GaGa U La La 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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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GaGa GaGa U La La GaGa U La La GaGaGa U La La 有发力吗 因为在GaGaGa 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他这顶如果在了 他就变得很有创意 再來这顶 因为邱毅一天干 都一支嘴 随便在那边亂爆料 所以他戴上这一顶假髮之后呢 他就会变成天后王妃 就这样吧 不要再说了吧 就这样吧 没什么事情好说的 你问我什么问题 我都不回答 没什么好报的 就这样吧 我看到了 他就买高 买买高位了 我来这顶 这顶街头张是很有特色的 因为它是用我的毛去做 你们不要想歪 用我的头毛 因为它是指法 也是捲法 在这顶都有什么效果呢 戴这顶下去 就会跟我一样 很爱我的老婆 对我的老婆非常忠贞 三不五十 巨少一口一口 不在外面欧北来 这顶很重要 再来 第四顶 这顶 因为邱义是一个很暴力的人 因为他的开车 去冲撞建筑物 所以说 戴这顶上去之后 他也变成 大家好 爆料天王球衣 跟大家久等 在这边跟大家爆个小料 小虾 他只是靠模仿我生存的一个 搞笑他 他怎么能够跟 丞翰典那个电影咖 他相提并论呢 他们两个一比的话 那不就是什么比鸡腿了吗 对 但是你刚刚这段 完全不论你的缺点 没有 这段完全不及小虾 不是 哇 但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 刚刚陈志忠这段 我觉得还讲的是实话 是 他从头到尾只有这段是实话 小虾 他只有这一个哏而已 他这个哏过完之后呢 明年就消失在演艺圈了 所以我们要 这个吴婷妮 吴婷妮你会这样讲 是不是他也抢了九孔的范 他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他离我后面 还有两三百公尺远 我只是想说 因为这个陈翰典啊 这个一月份 马上电影一波一波 就要接出来 而且你需要 陈妍希喔 对不对 那那个小虾 他女主角只能谁 最多寶咖咖了 寶咖咖来 因为他在一起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一点应该是 陈翰典获胜 而且这个 小虾 他如果没有台字缘罩子的话 不曉得挂到姥姥家去了 是不是 他有走这个节目 就不要再来了 是不是 有台字缘 就没有小虾 你看他活不活得下去 所以我们也不要浪费太多篇幅 底的小虾 先哭掉 我们还是言归趁战 回来说我们的甲法 有句话说的 越不想讲它 表示心里面越记得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这顶甲法 其实我觉得是最适合邱义的 因为它是 集前面四顶的优点在身上 因为戴了这顶之后 你会变得很忠诚 很沉稳 很会讲话 很和平 因为你戴上去 会变成伟宗哥 邱义兄 非常欢迎你带五位尼可来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我全部都带走 我是说我全部都牵走 因为我是王伟宗 我不是陈志宗 我怎么会说这种话 所以说 这甲法真的很厉害 戴上去 你就会有那个 功能出来 所以邱义 走无敌 街头张 看你要哪一顶 你自己来算 我今天住在这里 就在这边等你 等到十点 来 过来 谢谢 好 谢谢 纵观陈志宗所要对付的方式 可能就是用假法来变换某些人 还跟邱义来辩论 这招搞不好是好招 没有好招 这一趴火力不够强 你明天看收视率就知道 好 你先进广告 待会再讨论 好 先进广告 好 没有